普通有人丟水溝 這一次我去日本然後去了很多地方 我去了我是先到京都去 原本是要去京都跨年的 京都跨年有一個算是很久的傳統 有一個叫知恩院的地方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反正它就有點像是那個地方著名的神社 然後到晚上的時候會開始敲鐘 然後一分鐘會敲一次 他們說敲一下鐘代表消除你一個煩惱 他總共會敲108下 然後一分鐘會敲一下 所以他會敲一個多小時 然後那一天我們原本要去 但因為我跟阿森去打電動 然後就初步來了 所以最後我沒有去聽敲鐘 我知道你講荒謬 但最後我跟阿森沒有去聽敲鐘 我前面鋪整了一大堆 那是那一個那邊很知名的跨年的行程 但是我沒有參加喔 因為我去打電動囉 然後這是我在那邊買的草莓 就我在日本很喜歡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整個他們百貨公司 有百貨公司的地下室 就B1 B2那邊 會有食品布 然後到晚上的時候都會打折 這邊就會有一些超市啊 然後會有水果或是起司 你可以去買也可以買那些打折的便當回去吃 當宵夜 超級好吃 日本的麵當真的超級好吃 簡直可以每天吃 而且它打折起來都超便宜的 打折起來都是那種可能七八百塊日幣而已 呃要搶嗎 對要搶 人超多的 就很多上班族 可能那時候下班 百貨公司嘛 就一定大部分都是跟車站連在一起 他們那個車站都是超級複雜 所以我就會買很多東西 然後回去每天都吃超飽 因為我知道我錯過了之後 我就再也回不到那個地方去 所以我沒有辦法說 那我就整個逛完 然後再決定我要買什麼回去吃 我做不到這件事情 我必須一定要 嗯很想吃這個嗎 問問自己 對我很想吃 然後就要買了 就要走去下一個地方 因為我再也走不回那個地方 太複雜了 真的太難了 阿森跟你一起去他方向感 可以啊他就是跑完一次圖 他就完全記起來了 他會不知道我形容 就說我想要回去買那個什麼什麼 他就會說 蛤 他走得回去 可是他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然後這個草莓 喔超級好吃 一盒好像是1200還是1300日幣 大概300塊台幣這樣 超好吃 他很貼心他在草莓旁邊還放了煉乳 我就拿了一盒草莓跟一條煉乳回去 煉乳完全沒用到 直接這樣子吃 然後又把它吃完了 而且回去的時候 我就有問他說 你要不要吃草莓 他就說不用 我就買一盒 我想說如果他要吃的話 我就買兩盒嘛 這樣大家就都可以吃的到 他就看我在那邊吃的好像很過癮 他就說那我想要吃一個 我就給他一個 他就吃完了之後 可以要再要一個嗎 你不是說你不吃幹 哈哈哈 而且他是個超級討厭吃草莓的人 對就早知道買兩盒了 訊媽的 這個是在環球裡面的有一個 環球他就是不定時都會跟某一些IP聯名 現在這個是咒術迴戰 然後他的那間餐廳很可愛 他那間餐廳叫做咒術高專食堂 他就是要跟動畫裡面 非常的有關聯 的那種感覺 啊這個就是那個 他們的那個力牌 然後他裡面會有 很酷喔 他裡面會有一個房間 然後五條老師會住在那邊 然後你可以跟五條老師拍照 你可以跟他們買照片這樣 而且他們就很沉靜 會有一個接待的人 然後問你說 你要不要見見五條老師 就是那個傳說中的咒術師 如果你要的話 他就會帶你去一個小房間裡面 五條老師就會在那個房間裡面 他一進去的時候 還會先跟五條老師鞠躬 然後就說 五條老師打擾了 今天有新的學生 他們希望可以見見你什麼 他就跟他喊話一下 他的那個場景就是 他是坐在一個很像客廳的地方 他坐在沙發上面 他桌子上面就會有一些甜點啊 什麼有的沒的 然後你可以過去跟他拍照 拍完了之後 就要再回到外面的那個食堂 點東西吃 然後他的那個廣播就會一直播 他們三個人加老師的對話 有一段就是有講到就說 欸那個 好像最近有很多學生入學 就有人問說 五條老師可以跟他們拍個照嗎 還是怎樣 不知道是丁哥吧 還是誰就說 這麼麻煩的事情 五條老師怎麼可能會答應 然後五條老師就會說 如果有幫我準備甜點的話 我就可以跟他們一起拍照 所以他在那個房間裡面的 那個桌上才會有一大堆甜點放在那邊 就是他都是有劇情的 不覺得很棒嗎 他們就是設計一些小東西這樣 然後你離開的時候 那個接待的人會跟五條老師鞠躬 然後就說 欸不好意思打擾了五條老師 希望你可以享受這些甜點 然後可以休息一下 我先帶學生們去吃飯 類似這樣 幹超棒的啦 喔我就超喜歡這種小設計的 超級喜歡 給你們看一下那個環球的 這就是 他現在就是環球裡面會有那個 有一個新的區域 是那個任天堂瑪利歐世界的 他就是在路上都會有這種店 然後裡面就有一大堆 瑪利歐的東西可以買 或是瑪利歐的餐點什麼的可以吃 餐點也沒有很好吃 但就是超級可愛 團球的手盤買了六種 沒有我買一種而已 我就買藥吸的 你知道為什麼沒有買六個嗎 第一個直覺反應 絕對是全買了嘛 反正可以刷卡 但你也知道我後來為什麼沒有買六個嗎 這樣子我下次去就可以再買了 你懂嗎 給自己一個再去一次的理由 OK的吧 合情合理吧 哎呀我真是太聰明了 這是我那個 我們去住的地方 我就是 直接去玩兩天 好過癮 然後為了要節省 我要一開圓就進去 你知道瑪利歐世界 超級熱門耶 我第一天的時候 是大概下午的時候到 你娘進不去了 如果你沒有快速通關的話 你要去抽那個券 然後我第一天就是下午才抽 可是我沒抽到 我就是個冰雨倒楣鬼 怎麼不買快速通關 我買第二天的 因為他的那個票 跟入場券差不多 我 有點貴 所以我只有買一天的快速通關 你知道我心裡打的如意算盤就是 好我第一天先去看一下 周邊有什麼東西 我先把周邊全部都買好 我要玩什麼東西 我先去看一下各個設施的時間 或者是幹嘛 第二天的時候我就可以 專心的去玩設施 或是去看裡面的那些景這樣子 所以我跟大家講 如果你之後有要去環球 然後要去瑪利歐世界的話 攻略就是你一開門就要進去 然後馬上去拿那個票 他那個票還有分 就是你一進去 你拿到票的時候 你可能會排到下午或是什麼時候 那個是一定可以進去的 你再晚一點去抽的那個票 會變成有編號 然後你要抽中那個編號 你才可以進去 就不一樣 很殘忍 真的很殘忍 手環可以撞問號 收集金幣 他會有一些隱藏的寶箱 或者是會有一些 就是跟瑪利歐一樣 他會有一些那種磚塊 然後可以去撞 會有金幣 反正就是會有東西可以收集 手錶推薦買嗎? 必買! 就是除了你可以 跟園區裡面的東西互動之外 他還有一些小關卡 是那個鑰匙關 每一關裡面 可能可以拿到 一到兩把不等的鑰匙 你如果湊碼三個鑰匙之後呢 你還可以去排一個 設施可以去打王 打王 打完了之後 不會發生任何事情 可是很爽 哈哈哈哈哈哈 他還會有一些那種隱藏金幣 還是什麼的 就是你會看到 一大堆人 然後對著那一面牆 然後一直在那邊 敲敲打打 不知道在幹嘛 因為他就隱藏了東西 在裡面可以收集 大家都在那個園區的各個角落裡面 就是任天堂 就是這麼血尿 就是會逼死強迫症啊 而且他有的圖鑑 還在那個關卡裡面 所以你一定要 也要每一個關卡都進去玩 然後到處在那邊敲敲打打 或是看有沒有一群人 一直圍在那邊 不知道在幹嘛 你要一直觀察那個人流的動向 很可愛 然後這個就是霍格華茲的門口 喔 他這個場景很棒 我個人是 對於哈利波特真的是完全還好 但是你進去了之後 你就會覺得 好喜歡這IP喔 做的超級好 然後他還有一個設施是很酷 有一個橋段是店長還是什麼 反正就一個老頭 然後幫哈利在挑魔杖 他裡面就有重現這個橋段 他就是你進去了之後 他會帶你去一個房間 然後裡面就有 整面牆的魔杖 他就會拿那個一根然後給你試 然後他會教你說 你現在要對著這個地方 然後喊什麼咒語 你就要拿那個 然後跟著他喊那個咒語 然後他們的那個機關就會 機關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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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書就會掉下來啊 或是花就會開始枯萎啊 然後最後他會幫你挑到一根魔杖 他就會把那一根魔杖給你 你就獲得的那根魔杖 然後拿出去之後 好像不是送給你 你要拿去結帳 但你可以不要買 很酷真的很酷 然後場景超漂亮 但我沒有拍 因為我想 如果你們聽了我分享之後想去的話 我不想要先拍那個樣子給你們看 然後這個是那個 他們路上都會有隨機觸發事件 就是會有裡面的IP出來 會有遊行啊 或者是會有那個 他會在那邊跳舞或是什麼 可以跟大家合照 然後這個超可愛 他的眼睛會動 主播會比他高嗎 又吧 害我還想了一下 然後這個是裡面的商品布 這個很可怕欸 這一進去 沒拿個兩袋東西 是走不出來的 很可怕 然後這是另外一個設施了 是做那個藥膝冒險的 他就是你會做藥膝 然後在那個馬力歐世界裡面 繞一圈這樣 然後就可以看他做的景 然後你在那個繞的一圈的路上 就是軌道的旁邊 也有很多的景可以看 然後我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值得拍 喔 我拍了卡墊 日本的卡墊超棒的 他們的卡墊就是又大又寬敞 然後都是一整棟 就是一樓可能是賣卡或是收卡的地方 然後二樓就是對戰區或是幹嘛 超級好逛真的超級好逛 日本的實體卡墊環境真是好到不行 好棒喔 喔這個是那個本本 可是是畢業樓的本本 就想拍給你們看一下 啊這個就是那個Pokemon Center 喔超級好逛 你就算不是多愛這個IP的人 你來到這邊真的很難不買東西出去 他就是東西做的太精緻 太多一些白癡小東西了 就你真的會很想要 那如果是香老師這種等級的人來 就是破產 沒有別的話 不會有任何其他的結果發生 然後這就是我去那個日本買的遊戲王的福袋 他那個福袋每一間店都有 每一間店有每一種的福袋 啊也有非常多種賣法 他有可能一整盒包在一起的 或是像這種幾張卡包在一起 然後看你抽到什麼東西的這種 啊我就是買那種幾張卡抽到一起的 我會買這一包是因為他保底一張紅鑽 然後其他的就是看你運氣 然後這樣一包是1萬日幣 30萬有1萬在這 喔不2萬我買了兩包 然後我有開到這一張槍管龍紅鑽 他們說這張有價 他們說我這樣開起來大概1萬台幣 所以你們知道怎麼發生什麼事情了嗎 所以我隔天又再去買了兩包 總共買了4包 因為我就想說這樣子賺了 我就又隔天再去買兩包 然後開了兩包垃圾 那個我就沒有把它拍起來 因為太垃圾了 哈哈哈哈哈哈 裡面好不難喔